哈喽 大家好 我是华强北卖手机的老师 今天要来看一个粉丝朋友发过来回收的苹果plus 果然256g 像这个机子外观的话有98星 然后屏幕的话是有两道印花痕 然后是2017年 激活的机子 然后城市保护算是非常好的 然后我们点相册 我一把记录已经排在手机里了 可以看一下 这是吉大侠宴起报告 全部正常了 全部正常 然后这是他购买的记录 还有一个发票 现在照例看一下三个应急助手 现在是爱斯助手全绿的 然后是山游助手 也是全绿的 然后看一下沙漏助手 可以看一下也是全绿的 就是提醒电池比较低 然后把功能都测试好 然后用软件再测试一下 然后测试出来的话是有一个扬声器 是有点傻呀 关于养生器这个沙哑问题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这个手机底部 然后左右两边的孔都是被灰尘毒死了 可以用镊子挑一下 清理一下 像这个8p 他底部的两边一边是送话器 送话器是在左边的 然后养生器是在右边 然后刚刚测试的话 他那个喇叭是有点沙哑的 然后现在重新试一下 现在可以听到就是正常的 他只要把那个他时间用的长了 有那个灰把它堵住了 他有点沙哑 现在 现在都是正常的了 然后大家声音用沙哑的话 包括听筒 听筒要是沙哑或者小声的话 都是刷 刷听筒 要是不行的话 就得拆机在背面把那个灰扫掉 现在把机子拆出来看一下 像各种个人一手自用的机子拆出来看一下到底里面是什么情况 里面没什么问题 然后就把螺丝领回去 现在可以看一下那螺丝 螺丝也是没有领花的 可以看一下屏幕 屏幕也是不搁手的 像我刚才机的话 要是把机子做维修 然后又像这样 耐心一点装回去的话 完全是看不出来有任何的拆机痕迹的 然后这样就是大家所谓的无财无休啊